大家好,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近日,蓝厂发布了全新的折叠屏产品Vivo X-Folio 2 距离上一代发布刚好隔了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来,X-Folio的好评不断 也让不少的用户期待下一代的发布 如今各大厂商纷纷都推出了折叠屏手机 尤其是上个月华为Mate X3发布 超强的产品力给折叠屏市场带来不小的冲击 蓝厂在这个节点发布 是不是对自家的X-Folio 2有足够的信心呢 这款产品相比于前代Vivo X-Folio Plus 都有什么提升,又有哪些降级,老规矩 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X1,性能升级 Vivo X-Folio 2是全球首款 搭载骁龙8G2加UFS4.0加OPD-DL5X的折叠屏手机 其他厂商的折叠屏手机 搭载的还只是骁龙8 Plus处理器 等于升级为骁龙8G2 企业同时支持了LPD-DL5X,UFS4.0闪存 5G加载波聚合,WiFi7等外围配置 综合性能方面有所提升 不过,对于这种售价高昂的旗舰机 性能反倒成了最没什么太大感知的配置 除了性能之外 Vivo X-Folio 2最大的提升就是减重和消薄 Vivo X-Folio 2的重量为279.5克 厚度为12.9毫米 相比于前代Vivo X-Folio Plus的311克 和14.91毫米的三维 分别下降了31.5克和2毫米 用过前代Vivo X-Folio系列产品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这个系列的最典型的一个缺点就是重 前代裸机311克的重量 拿在手里的重量堪比板砖 Vivo X-Folio 2这一代 在重量降低了31.5克的基础上 其握持体验会得到相应的优化 虽然还比不上那些主打极致轻薄的机型 但是相比自己前代机型还是要好很多 差异3 影像差异 Vivo X-Folio 2开道车 本来Tiger还在思考 Vivo X-Folio 2在整体外观 配置差异没有特别明显的情况下 是如何做到减轻削薄的 但在Tiger看到它的影像配置的时候 终于一切就明了了 原来猫腻在这了 Vivo X-Folio 2在后摄配置上 由原本的50MP加48MP加12MP加8MP的四摄配置 将集成50MP加12MP加12MP的三摄配置 并且还附带的阉割了一颗OIS光学防抖 虽然Vivo X-Folio 2的主摄 从前代的三星GN5升级为了IMX800 但是辐射的集体削弱 还是让这款手机的影像能力大打折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Vivo X-Folio 2 是支持5倍光学变焦的 而Vivo X-Folio 2只支持2倍光学变焦 总之 Vivo X-Folio 2的影像能力被大卡了一刀 在影像的小伙伴需要多多注意 X-E4 电池快充 Vivo X-Folio 2搭载的是 4800mAh电池加120W快充加50W无线快充的配置 而Vivo X-Folio Plus搭载的则是 4700mAh电池加80W快充加50W快充的配置 相比较而言 Vivo X-Folio 2相比前代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并不大 X-E5 屏幕 Vivo X-Folio 2的内外屏都升级为了三星一六屏 而Vivo X-Folio Plus采用的则是三星一五屏 前者在最高激发亮度等方面略有升级 但是整体仍旧不大 其实从一四时代开始 每一代屏幕基彩的升级所带来的提升 就已经比较微弱 有些时候还会带来逆想升级 至于分辨率方面 两款手机完全一致 没有任何差别 X-E6 网络方面 Vivo X-Folio 2支持最新的Wi-Fi 7 而Vivo X-Folio Plus只支持Wi-Fi 6 不过Wi-Fi 7距离普及还有很长的时间 感知不强 在5G频段方面 Vivo X-Folio 2竟然开了倒车 如画面所示 N7就频段在Vivo X-Folio 2上 竟然被阉割掉了 虽然这个高频频段的普及速度非常慢 确实可有可无 但是作为一款将近万人的顶级旗舰 竟然在这方面做严格 实在是让人有些不太理解 其他细节方面 Vivo X-Folio 2支持蓝牙5.3 Vivo X-Folio Plus则指支持蓝牙5.2 不过这个感知实在不强 也就不再探讨 总的来说 就Tiger个人而言 对这一代Vivo X-Folio 2是比较失望的 作为迭代产品 除了处理器的升级 还算明显之外 其他方面的提升大多感知不强 而在影像方面的严格 又让Vivo X-Folio系列 架设好的堆料不将就的形象荡然无存 而且还没有把机身的重量和厚度压缩到极限值 总之 对于这样一款手机 Tiger很难想象 Vivo的产品经历是如何考虑的 难道只是一款为了发布而发布的产品吗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这Vivo X-Folio 2是满意还是失望的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